好了 最后几分钟就Summit了 大窃的Summit 这个Summit的词真是过瘾了 哦 我们敲了一条进路很快就到这里 哇 哇 来看一下 再来个全景 哇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瀑布旁边了 非常的壮观 Let's go 我们现在去吊桥再走一走 哇 好漂亮的吊桥 有一点点滑啊 呦 老妈来啊 不敢来 我牵着你手 你在拉你手扶那边 不滑 它是地上有 地上是这种倒刺的 哇 哇 哎 壮观啊老妈 你看那个那个口 哇 那还有个独木桥啊 有人敢走独木桥吗 哇 哇 哇 那流到哪边 那水呢 你看那个悬崖的地方 啊 有一个口 你看这河腿都流到哪边啊 从哪流过来流到哪边呢 不知道 不知道飞扎河还是哪里来的 这桥不过啊 哎 这桥做得很好 感觉我一点不敢过 斜行了 哦 这是个观景的地方 哦 这就是一个观全景 这桥要动 啊 老妈剪刀手啊 哇 哇 老妈 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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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 好了 探险成功 看看天呢 应该已经 慢慢的这个 基本上快天黑了 看着这时间呢 赶快下山 summit之后 descent 看着最后一里阳光呢 唐大叔今天呢 又算是做一个特别版吧 对不对 啊 开着吉普去探险 唐大叔以前说过 开吉普呢 出来探险开吉普是很放心的 不用担心 会有一些情况 像今天我们走过很多路 啊 因为吉普的关系 我就完全不担心走一些 这个泥地啊 或者是一些 乱七八糟的路 offroad的路 这个当时钻到这树上 那树万一把感觉 是caskey吗 怎么那么像 火影这个里面那个caskey 大家英文好的同学 再来纠正一下啊 Cascad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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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Great 加拿大呢 是水自然最丰富的国家 啊 从刚刚瀑布就可以看出来了 每年呢 基本上就靠这个雨季这段时间来储存这个水 然后到了夏天都一直不下雨的 啊 这个 春秋吧 或者初冬的这段时间 啊 有很多水 下很多雨 那 挺不错的 今天出来的时候就基本上是 这个 一直沿着Freezer Freezer River 飞沙河 走 走了一些呢 走到哪算哪 也没有固定路线 大概的方向 然后呢 完全按照 感觉就走 现在呢 我们下这个蝎翔鞋的小坡 如果真的可以开吉普就好了 走一走不错 爬爬山 啊 真是不错 特别是呢 今天有空 可以和爸妈一起 男的出来一下 太高兴了 对不对 大家也是 这个 不管是十几岁的 二十来岁或者三四十岁 啊 很多人都说过这个东西了 对吧 时间和 某某东西都是 一样的 要想挤的话 总能挤一些出来 所以 有机会 陪自己 如果是当父母的陪子女也好 如果当儿女的陪爸妈也好 是一种很妙不可言的这种 出了玩的感觉 当然啦 特别是开吉普的话 就 这种安心嘛 就更好玩 为这个 呃 我们叫旅 这种短途的旅行叫探险嘛 现在我们全家都这么叫 所以呢 就为这个探险增加另外一种 或者一层味道吧 所以吉普探险 非常的不错 哦 地上这旅 阳光很漂亮 好了 还是忍不住呢 拿起相机拍了一点点 嗯 美好的时刻嘛 吉普探险嘛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今天主题还是陪爸妈 所以废话不多说了 刚刚呢 他也偷偷的软广告了一点 所以提到吉普 但确实是 拍吉普出来玩 确实会比较好玩一点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人喜欢吉普呢 要买吉普的话 可以找唐大树 广告的东西就这么两句了 还是老规矩 好的 我是白石木玩唐大树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 回头再见咯 拜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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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